鸿海时日表示 不再参与印度VDanta的合资公司运作 双方企业做的是半导体 我去年才看到商业周刊第1791期 VDanta半导体剁手专访 我们有四个看好理由 大谈台湾前进印度 现在为何大变 台商不是很神吗 怎么回事 我们先看商业周刊去年的报道 VDanta被商业刊译为VDanta 我去年引述的内容如下 商周问以下简称问 台并不是一家 以晶圆制造文明的半导体公司 还有很多知名晶圆厂 像是台积电 联电 英特尔 三星 为何鸿海成为了第一个 和你们合作的公司 答 在印度 若想迎合国内250亿美元的市场 这主要会落在28到65奈米之间 而鸿海刚取得28奈米的技术 第一个原因是 他们有这种技术 第二个原因是 他们是一家 营收于2000亿美元的公司 他们了解半导体 他们花费3 400亿美元购半导体 边岸 鸿海曾指出 每年购超过500亿美元 虽然 金元代工 只是他们业务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 他们确实也在台湾和日本 有两座金元代工厂 边岸 收购望红6寸厂 夏浦8寸厂 他们拥有28奈米的细致材 ID有一些经验和技术 并且他们在全球 7、8个不同的地方 使用这种半导体 第三 他们在印度根深底固 知道印度的系统如何运作 政府如何运作 第四点是 印度和台湾的关系也非常好 他们非常坦率地说 会把技术带到印度 确保技术知识会过来 问 但 金元制造很复杂 即便鸿海知道怎么用晶片 也不代表他知道怎么制造 况且 你不只需要经验 还需要有生态系统 可以支援 答 红海2016年就有金元厂营运的经验了 编案 收购夏浦后 我不会说 他们有10年的经验 这是为什么 我们目标28奈米 夏略 营用到此 我当时特别强调印度人的想法 阿卡什赫巴 而卡士哈伯不断强调 红海有运营夏浦 金元厂的经验 而且 阿卡什赫巴 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他们非常坦率地说 会把技术带到印度 确保技术知识会过来 难道 印度人已经学会半导体了 这么强 现在红海说 过去一年多来 红海科技集团 与Vidanta 大洗手致力于将共同的半导体里面 在印度实现 这是一段成果丰硕的合作经验 也为双方各自下一步 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探索更多元的发展机会 根据双方协议 红海后续将不再参与双方的合资公司运作 红海科技集团将继续大力支持印度政府的印度制造愿景 在当地建立更多元且符合利益关系人需求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于印度半导体发展方向 也依旧充满信心引用到此结束 我要问 难道印度透过红海学会半导体制造了吗 我认为 既然红海对印度制造信心满满 应该把各类技术赶快弄到印度 让世人见证台湾联手印度的大厉害 看看印度究竟能在几年内成为世界工厂 到时候人类用的东西都是印度制造 富士康又投资超级大 郭台铭的钱不就更多了吗 Blackjack 2023年7月11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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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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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